哦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 2023年现在是在 双景这儿 今天天气特别好 三环路边还有一个庆丰公园 现在是大概中午两点多 没什么人 公园就在河边上 过了这个通道就是国茂了 国茂里边的公交车也特别多 挺方便的 转接来就是这些商户梁楼了 估计人都出去玩去了 这里面没什么人 不安静啊 现在 估计这么好天都跑景点去玩去了 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相信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人 愿意相信他 至少说呢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凝聚了自己某种盼望 信主表年多的人对新的基督徒的一些对于圣经等等的一些他的比较独到的见解 这样仔细说的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启发课 我觉得假如我以后来教会不管参加这个几轮 我觉得我还是会一直参加这个启发课的 然后小组当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参加 如果小组参加不了的话 其实 呃 饭后这个这个会后的聚餐 我们也可以参加吃饭门吃点甜好吃什么的 鸭料天也挺好的 虽然没有爱咽 但是这也是一种爱咽 然后还是很感谢每一个参加过这个启发课的 然后经常给小鱼 然后觉得自己说过很多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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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这样的非常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像小鱼就是这样的 小鱼他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然后呢 小鱼他也分享很多他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低谷 可是我自己都觉得他没有感觉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慢慢的学会更加的谦卑 更加的耶稣的这个视野 然后像那个像师伯也是这样的呀 师伯就他信主时间不是很久啊 但是他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 就是同样就是说 我觉得你爱一个人的话就要多倾听他 然后你会更爱这个人 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讲说我们的教会当中 这个有男性有女性 有的时候可能彼此之间是有一个这个隔阂的 但是你真的去倾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真的是我们一家人要 你一家人要更亲 那么这些人都开班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参加 然后那这一次呢平均参与人数是13人 然后最多的一次21人了 好那下面我们就给自己的问题回答 然后分享给大家 对 好 好 下面 小魏苏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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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会结束了 准备回家 现在云都是很好看 谢谢观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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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